上次留會,明明是王國興議員及時回到議會 長毛走出去,他竟然可以說王國興去喝咖啡,把責任推給王國興 屈人的手法真是屈得就屈,到了無所不用其極 另外一個歪理呢? 他講的明顯不是事實 兩國議員什麼問題? 我希望他收回 他說的明顯不是事實 我說王國興議員喝奶茶就喝咖啡 你的助理怎麼做事的? 梁國雄議員,請你坐下 那奶茶和咖啡有... 梁國雄議員,請你坐下 梁國雄議員,如果你不坐下 我就認為你違反議事規則 議事規則並沒有規定議員說的一定是事實 正如大家知道 另一個歪理呢? 他就叫某官員做得不好,所以就要削減他多少人工 說到好像 政府可以不用根據原合約 喜歡削多少就削多少,簡直無稽 梁國雄議員 陳健波議員 主席議員 議事規則並沒有規定議員說的一定是事實 正如大家知道 不好意思 你不要勞氣 一會兒要叫白車很麻煩 大家雞食放光寵心知道沒有 你對陳健波說 陳健波的乾弟弟是甚麼意思 你做人不要占義盜靈 黃定光議員 請你不要違反議事規則發言 梁國雄議員請你繼續 因為我以為現在《文匯報》和《大公報》有聲音版, 他們說的太熟悉了, 我每天都看我自己的《Wise News》那些文章, 不是《文匯》就《大公》, 減他薪金,寫一些好些, 你手都抖了, 罵我都給點心機, 抄文匯大公, 別人出了糧了, 你給別人版權費嗎? 你不用生氣, 我最喜歡有人罵我, 第一, 你所說的非常有見地, 第一, 我們的建議是不可行的, 你沒有說怎樣不可行, 你說哪個建議呢? 其實《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是給了一個建議, 政府當局的, 政府當局可能說, 是不行, 可能是行, 你就不要說人沒有建議, 我也很懶的, 因為我沒有自己的建議, 我為他人作戒衣裳, 我就是拜他那套, 行不行? 那你知不知道人家的建議是什麼? 你回答一下吧, 你知不知道? 因為我給你一分鐘,好嗎? 知不知道? 梁國雄議員,請你向主席發言, 你也是功能團體的議員, 是這個保險界的, 你都不是在做保險, 你都在做什麼? 賣皮帶嗎? 拉來拉去嗎? 寫皮條嗎? 梁國雄議員, 請你留意你的語言, 喂, 那麼功能團體是離譜的嘛, 一個都不是在這個保險界做事的人, 葉國謙議員, 極端侮辱性啊, 極端侮辱性啊, 那他正在說的是什麼來的? 梁國雄議員, 請他收回, 喂, 主席, 你不要偏袒, 我剛才告訴他, 不是一定是講得肉酸才是侮辱的人格的, 他全面侮辱我的人格, 我一句聲音也沒有出過, 你們不用幫他, 他在說的是什麼來的, 聽帶! 梁國雄議員, 讓我抗議他就說他十次啦! 梁國雄議員, 你是否合我啊? 梁國雄議員, 你停止發言! 梁國雄議員, 本會議員互相批評, 以致用很尖銳、很尖黑的語言, 來去評擊其他議員, 在這個會議廳裡面, 也都是經常會發生的, 只要他符合議事規則, 沒有違反議事規則, 議員是可以發言, 但有一些語言, 有些說話, 是絕對不應該在這個會議廳裡面出現的, 我以前也提醒過議員, 有一些極端粗皮的, 但又沒有辱性的說話, 就算他發言的議員, 是沒有惡意, 說的話都不應該在這個會議廳裡面出現的, 所以請大家注意。 梁國雄議員, 我自小看文匯報大, 我自小看文匯報大, 共產黨攻擊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時候, 說他是政治扯皮條, 我現在就是說有人政治扯皮條, 梁國雄議員, 我已經說了, 其他的場合可以說的話, 可以發表意見, 在這個會議廳是不可以的, 請你小心你的語言, 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 你現在是不是說不能說那句話, 我現在就收回了, 梁國雄議員, 你收回剛才的說話, 就收回了, 政治兼客, 那夠政治兼客, 夠了嗎, 幫人托東西, 行不行啊, 你收回你的說話, 你繼續發言, 我現在不說你捨皮子, 說你政治兼客, 幫人托東西而已, 行不行啊, 主席, 無的放置, 又不知道人家的方案是什麼, 就在說, 自己都不是保險界, 不居其位, 就不謀其證了, 不要再說保險了, 麻煩你, 是不是啊, 這個就是功能團體, 非常醜惡的一面, 或者死人選生, 不是人選人, 你有什麼資格跟我說話呢, 說我不得民心, 來我區選嘛, 知不知道啊, 我給你一個尾數, 聽著, 尾數啊, 淘汰我嘛, 來我區選啊, 來我區選啊, 沒有躲在保險界那裡, 在那裡混混啊, 知不知道啊, 罵我, 說話, 主席, 主席, 人就是這樣的了, 明知跟我在不同的起跑道, 不是說他是, 一百公尺跑九秒九, 不是跑九秒六咯, 省點小啦, 那裡是殘廢的嘛, 直勝是殘廢山的嘛, 主席, 主席, 市貴正傳都比他激到有少少勞氣, 剛才有個人打電話說, 一槍殺死我, 就是你那些人煽動, 我現在電話在, 我未報警, 你繼續罵吧, 有一天他開槍殺我, 是不是? 葉國謙議員, 我向你主席發言, 不應該在此指責另一位議員, 梁國雄議員請你發言, 是, 我對你發言, 喏, 有真知卓見的陳茂波, 你沒有看而已, 譚耀宗議員, 在1987年5月13日, 港英時代的真知卓見, 現在事隔多少年啊, 事隔, 我先計算, 事隔, 27年咯, 我讀譚耀宗那些真知卓見出來, 他還舉了例子, 在19, 你聽聽人家的真知卓見吧, 真是5月13日啊, 差沒有多遠啊, 喏, 譚耀宗議員那時候是勞工界的, 是工聯會的, 應該是工聯會了, 87年, 因為第一屆有功能全體選舉, 他舉了一個幾, 令人心酸的故事啊, 他說, 各位同事, 你們曾經有個下列的切身體回媽, 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婆婆, 被, 啤雞摘斷鳥, 三隻手之喉, 仍要拖著皮乏的身軀上班, 兒子悉苦勸他不要上班, 但是老婆婆說子女的生活負擔重, 入色不高,仍要工作,至死放憂。 另一個行動不便從事, 這是一個例子來的。 請理解一下, 現在梁國雄的發言, 和今天我們現在講的辯論議題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啦, 他說真知卓傑, 就讀真知卓傑他咯。 梁國雄議員, 你停一停, 謝偉俊議員提出了一個規程問題, 梁國雄議員呢, 我現在容許他回應陳建波議員, 當時的發言。 陳建波議員的發言當中呢, 其中指出, 梁國雄議員他們提出的, 包括這個團民退休保障計劃呢, 是不可行的。 現在梁國雄議員呢, 是就這一個指責呢, 是他進行辯護。 梁國雄議員。 小弟讀書少啦, 是吧? 那我就沒什麼真知卓傑, 我就是受譚耀宗感召。 梁國雄議員請你不要說。 是啊, 我也是工聯會的會員, 是楊武工會。 梁國雄議員。 他讀了什麼呢? 他讀了這一個, 這兩位悲慘的, 這兩位人的悲慘書, 他還問一句, 是今天他應該適用的。 即使你們已屆67歲, 而不能坐冷氣房車上班。 你今天坐冷氣房車上班啦。 你們問得好當時, 你問得好 bunch geral熱鬧。 你應該如此嗎?會認為自己作業嗎?你會有何緣份呢? 這些老公人為香港的美好發展和繁榮景象,貢獻了…… 他真的很感人,真的好像苦海沽初一樣,我看到我手都很震了 跟著就說,他當然是這樣的,寫文當然是結論的 他就是說,促請政府能重促成立一個包括政府僱主、僱員、社會服務界代表在內的專責委員會,即是現在張永生那個 就老人退休問題,研究出設實可行的退休保障制度,這實在是現時香港社會的當務主席 這個就是1991年,他在87年說完之後,我跳了幾年,免得煩了 說是1991年,是不是? 那你現在,陳健波,你有沒有看過譚耀宗那些? 你已經說了,當務之急當了這麼多年,他不說我,我說我有什麼錯? 他不去拉布,我去拉布,我有什麼錯? 阿哥,現在就是因為譚耀宗議員想不到一個好的方法 就算他入了政府裡面,這麼親近政府 在那個,叫做什麼鬼話? 行政會議裡面這麼熟悉那些,那些官員的臭護罪 都沒有辦法勸到他,我一個門外漢怎麼勸呢? 主席,是不是? 二十年前,1994年,譚耀宗議員又說 是不是? 關於如何解決老人退休保障的問題,在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建議 其實民建聯和工聯會,如有榮言,你也有份 早在政府提出老年退休金計劃前,已設計了一套完美的老有所養 是括號的,即著重號,套裝 其中包括一件類似老年退休金計劃的上衣和一條中央公職金的西褲 即是兩樣東西 但令人不滿的,政府這次取去上衣,更多次聲言不要西褲,即兩毛 那你那條所謂要穿的褲,其實也是全民性的 那時候是要付二千二元 那時候香港的盈餘儲儲備多少錢,現在多少錢 計算通貨範章,現在都是一律給三千,你們的三級方案 我有沒有冤枉你啊?陳健波聽到沒有? 不是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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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在作證啊 你都在作證啊 你都在那時候還沒選到你 1994年還沒選到,不關你的事 你沒有親力其境這個 真是 令到我當年,一邊看的時候,一邊手都震了 好像陳健波現在這樣 熱淚盈康 為這個工聯會的義憤填英 那我倒真是老實說 差不多想死,幸好我沒有死 不是被你騙了就慘了,是不是怎麼上來 他說民間聯認為 政府應該注資一百億作為 年老退休金計劃的開辦費用 我現在五百億而已 通貨膨脹,我們現在的儲備比較五百億不是很離譜 這固然是對財政承擔的表現 但卻未足夠,要使計劃設實可行及得到廣泛的支持 這就叫公款了,是不是 是不是 你還要說啊 民建聯在今年八月中開始 即是那時候,1994年 在全港各區進行居民諮詢大會 現在有沒有做? 沒有 因為我在抓捕你當然不做 簽名運動 又沒有做 天天你在坐著這個冷氣 車上班 你怎麼看到那七十多歲的老婆婆呢 好了 已申一次大規模的街頭問卷調查 結果發現 超過質成被訪者支持在香港 推行老年退休金計劃的構思 那質成被訪者如果當年 是六十歲,現在都已經是八十歲了 人心七十股來欺 即是說 他沒有福分去享受你那些口水 我都不想今天六十歲我就是六十歲的 不用看著我 我也有機會的,我當然要奮鬥了 各位同事 我們是有機會的 我們不是坐冷氣車上班的 是嗎 是不是 那跟著呢 我讀到這個最精警了 他說 我們應 又是同一個 又是二十年前 我們認為政府已經正式 實施老年退休金計劃前 將現時老人領取的綜合保障 縱瞞金金額增至工資中位數的三成 即二千三百元 今天香港的工資中位數是多少錢啊 阿哥 是不是應該補回老人家 我爭取的有什麼錯 三千元那麼少 陳健波,聽話吧 你 在那裡說 你以為你在罵我嗎 你在罵人而已 我預了你那些招 原來用你出手就差一點 你 我以為譚耀宗罵我 我會罵他 那沒辦法 我不想讀的 梁國雄議員 你來提 我真是來提 我失氣憤 不好意思 對不起主席 很清楚 以前的儲備 香港儲備 一千億左右 現在我們是七千五百億 那你照比例 是不是應該派多些 如果以前你說即派 都二千三百元 今天要派多少錢 說話 罵我 慢慢說 梁國雄議員 發言實在聲量太大 我的意志是受不到 那你搬一搬 梁國雄議員 我大聲沒有罪 這個真的沒有大聲音 你真的要搬遠一點 因為我比較小聲 我見到你是前學年 的人 梁國雄議員 我現在宣布我收下聲浪 你不用怕 你剛剛啊 馬逢國雄議員 可以了吧 是不是 因為就問啊 阿何那個民建聯 有個人有個議統 有個議統 就問他借一借咯 那個叫什麼鬼啊 那個 陳陳斌 請你繼續 如果你再不繼續 主席 我被人罵 原來 我爭取的東西 是這幫 現在已經做了權貴的保皇黨 二十幾年前說要爭取的東西 他又未收回 還要與時而並進 是不是他們的官位越來越高 住的樓越來越漂亮 坐坐的車越來越大 我有什麼錯啊 我只不過是我壞就壞在 做了議員都未發達 對不對 那你先聊者戰 是不是 喂 我爭取的東西 是你們都有了共識的東西 你們 在未有主權之前 逼迫港英政府做的東西 有了主權之後 你不做 關我什麼事啊 我跳樓死嗎 我不會的 是不是啊 所以陳健波 太監 皇帝不急 太監不急 是會幫倒忙的 哥哥 本身我都想平平安安 因為今天 啊啊 啊啊 主席是生日 都不想搞到這樣 你起床做什麼呢 你的助理水平那麼差 抄文匯大公 是不是 抄一下中國時報都好一點 抄一下這個 人民日報海外版 長篇類罪 四人幫這樣罵我 你有沒有數據啊 有沒有論據啊 有沒有理據啊 小弟就有了 快點回上去叫他寫啦 加班啦 哥 抄一下東西啦 主席 真的慶祝難輸 我受惠威不要緊啊 是不是 那你不要這麼盡 你說這個瘋了就算了 還說居心頗策 你是不是瘋了 我是瘋了 我是瘋的 我是瘋的 有沒有瘋了我這麼盡 我是瘋了 我是小人啊 我都是真小人啦 我那幫魏君子啦 說話 主席 我留一會兒再罵 我都 那 直接是 完全都 完全沒有張法的 現在罵人罵到 是不是 兩個王議員 你不需要自己這樣批評自己 啊 知道 主席 你真的說得好 為何我突然受壓迫太多 有些焦慮 主席 真的慶祝難輸 所以 我一直讀下去都有一段時間讀 是不是 其實我就要來 本來我不是想這樣讀 我也不想點名 我只是說 我打算那個佈局是怎樣呢 就是減張建宗人工 和減那個常備的時候 引述某些議員說的東西 那現在你要權威 我給你權威 你咯 開心味啊 主席 我不說那麼多 我真的有些氣頂頂頂頂的 我不如點人好過了 我真的頂著氣 不好意思 謝謝